你们在国内很卷 你们有没有想过品牌出海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顶层战略 今天的领导要让我们出海 叫品牌出海 那么中国有一款手机叫波导手机 就波导团队 其中一个团队转 做了手机叫传音手机 传音手机在非洲 是第一名啊 人手一步啊 所以你看 今天国内的手机是想卷的不能再卷 那个手机 有拍照手机 有游戏手机 有音乐手机 哇 那个手机的细分已经非常细分了 各大资本卷手机卷的已经不能再卷 那中国的技术卖到非洲去 那是领先的呀 未来一直都在 历史分布不均啊 发达国家经历的是 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 非洲兄弟要求没有那么高 非洲的一大痛点是什么 第一 非洲各个国家 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稳定 基站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换一个城市就要换一张卡 所以呢叫一个机子八张卡 这个技术简不简单 在我们中国需要吗 不需要 对不对 我们的基站多发达 可是人家是换一个国家 换一个城市 他就收不到信号 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基站建设 并不是很完善 所以呢它就是一击八卡 也就是一个问题 对非洲兄弟很喜欢 还有非洲人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非洲人特殊的肤色问题 这个拍照 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清晰 人家把那个拍照拍到 让非洲兄弟拍出来 也非常清晰 所以它就针对非洲市场 针对非洲人特点和他们的需要 来给它进行一个产品的改善 但是这个技术在国内 它并不是什么领先的技术 但是到非洲去 它就领先 还有今天我们很多的企业 跟人口同利相关的企业 家居建策 你们在国内很远 你们有没有想过 品牌出海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 底层战略 今天的领导 要让我们出海 叫品牌出海 到2050年 到2060年 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人口 将成为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 所以今天包括跨境电商 国内大循环 国内国际双循环 今天世界经济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所以你看马斯克来到中国 他又重新回到世界首富了 谁来到这片热土 谁的股价就暴涨 所以今天的中国已经 今非昔比了 如果你今天还在用 曾经20年前的那个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的国家 那是我们落后 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讲 我们看待东南亚国家 就像改革开放出息 日本 美国 欧洲 看我们国家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95后 他们的研发中心在上海 他们的生产工厂在东莞 他们还有一个工厂在越南 越南在帮他们代工 设计中心在上海 通过跨境电商 卖全球市场 一年也做了三个小目标 也不错啊 公司不到五个人 在过去疫情的三年 跨境电商 300%的平均增长力 为什么 因为中国拥有 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最完善的供应链体系 所以受疫情影响 全世界的工厂 没有办法正常运营的时候 中国的工厂还在运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抓住了跨境电商的这个红利 品牌出海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就是你要有一个大局观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张老师 你看你讲的东西太大了 跟我做这个小老板 有什么关系 送你一句话 百亿富豪 看新闻联播 都能看出千以上计 我们看新闻联播 啥也没看出来 就看出来 领导人很忙 这就是我们认知 需要提升的 你要有时间观 你要有空间观 要不换时间 要不换空间 所以孙正义讲的 时光穿梭机理论 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时光穿梭机 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 穿来穿去 所以用未来的眼光 看现在 别人走过的路 我们可以学习 别人掉过的坑 我们可以不用掉 就是这个逻辑 这就是后发制胜的逻辑 所以什么叫 用未来的眼光 看现在 未来一直都在 只不过历史分布不均 发达国家经历的 是发展中国家 正在经历 我们国家 已经没有人口盟利了 并不代表全球 在局部地区 没有人口 所以我们得出海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 一个大事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是中国这个时代的 顶层战略 所以邓爷爷 让我们下海 大大 让我们出海 我有一个学员 我不是前段时间 到安徽卫视去录节目吗 我带的第二个战队 那个年轻人是 00后 他高三就开始创业 创业五年了 他做的什么呢 防火保温材料 科技产品的结合 科技市场需求的结合 然后他通过互联网呢 居然把他的 防火保温材料 卖给了世界首富 马斯克 他跟我讲 当我的同一人 在打游戏 在玩篮球的时候 我在满世界的找合伙人 而且我通过互联网 把我的产品 卖给了世界首富 马斯克 到我所辅导的一个学员 他们公司不超过十个人 他们通过跨境电商 他们的GMOA 也实现了小目标 也过亿了 他们的研发中心在上海 他们的代工厂在越南 他们做的是全球的生意 所以今天我想 告诉大家的是 你们的成功 是分享了 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成功 但是你们必须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人口红利 是在下降 出现了结构型人口红利 所以呢 要不去抓时间 要不用时间换空间 什么意思啊 马云的投资人 孙正义 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做时光穿梭机理 发达国家经历的 是发展中国家 正在经历的 所以我们国家 已经没有人口红利了 并不代表 全球在局部地区 没有人口红利 所以我们得出海 当然我们不是说国外好 我们是要看到一个特点 中国的发展 是融入了全球化 大家也看到 80年代 我们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便宜的地价 广大的市场 便宜的劳动力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 邻国合作 日本 你会发现 80年代的时候 我们所看的电视剧 甚至很多的日剧啊 你们喜欢的 山口百会 高仓剑 甚至成为了 大家追星的对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是发达国家 带着技术 带着产品 带着资本 到欠发达地区 然后用它的技术 产品和资本 换便宜的地价 广大的市场 及便宜的劳动力 是不是这个逻辑 可是中国 已经成为了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今天 将带着我们的技术 产品 资本 去欠发达地区 换他们的人口红利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2022年的 卡塔尔世界杯 你以为是卡塔尔人办的吗 好像应该是中国人办的 所以七个场馆 有五个场馆 是中国铁建修 高铁 航站楼 酒店 七个场馆 中国的建筑建设 走到了中东地区 走到了卡塔尔 然后呢 你到了市场上 你看到帽子 围巾 球衣 球服 这些小商品 99%来自于我们的乙乌 所以我们发现说 中国建设出去了 中国建筑出去了 中国品牌出去了 中国小商品出去了 甚至在决赛的赛场当中 广告牌 90% 都是中国企业 海信 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 除了中国队没去 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品牌 中国的建设 都去了 所以各位 我们认为 世界就是地球村 那我相信 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叫 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国内大循环 国际国内双循环 这个是一个大事 大家一定要看到 我们也相信 通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将实现 真正的民族复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的产品 技术 品牌 故事 文化 将进行全球化的输出 所以今天在座的企业家 你是否有全球化 世界的格局 所以你永远赚不到 你认知以外的钱 所以各位老板 当你们明白 认知的重要性 你会发现 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所以各位同学 你再怎么忙 不要忙了 忘了去学习 这个时代 老板和老板的竞争 是脖子以上部分的竞争 所以老板的思维 老板的认知 老板的格局 决定了你的决策 是否是持续正确的 没事 多学习一下 不会错 所以如果你喜欢 老师的课程 如果你觉得 老师的内容 可以触动到你 那么你就可以 加入到老师的 课程体系当中 老师给你改变认知 给你提供思维 给你提供方向 可以让你豁然开朗 因为我自信 我可以帮到你们 因为我相信 我有力量 我有能量 可以让你们创造 十倍或者是 一百倍的加速 我们是十九堂客 而且还会持续地给大家去更新 我们专门去教了 天网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做内容 如何做直播 如何做IP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 怎么帮你做种草 人网 怎么做私欲 怎么做裂变 天地人网 这个时代流量的打法 这个时代流量的模型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 取下单 说实话 张老师不缺那三百多块钱 不是因为你报了三百多块钱 我就下一顿饭吃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是有信心 一定会对你有帮助 因为三百多块钱 就是一件衣服的钱 所以你买了一件衣服 可能你穿上两三次 就放在衣柜了 可是如果你买了 张老师365的课程 对你的商业思维 对你的创业思维 带来了一些新的收获 那我觉得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去参加这个365 我觉得我很有信心 这个365我们更新了很多 一定可以帮到大家 为什么要提一带一路政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这40年 确实取得了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成就 那这个高的成就呢 经济学家是怎么去总结 这个成绩的 第一个叫做低成本 第二个叫人口红利 第三个叫城市化 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 大概是18% 现在的中国城市化率 是7% 80% 珠山脚 长山脚 发达地区达到了80% 浩浩荡荡的城市化 推动了浩浩荡荡的工业化 中国的发展和西方国家不同 西方国家是工业化 带动城市化 中国是城市化 带动工业化 几亿人 十几亿人进城 钢筋 水泥 建筑 建材 地铁 高铁 航站楼 住宅 酒店 房地产 绑架了 也助推了上百个行业 几亿人进城 要买房 房地产 谈恋爱 结婚 生孩子 你要装修 家居建材 生完孩子之后 教育 消费 浩浩荡荡的城市化 推动了浩浩荡荡的工业化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了几个变化 第一个是出生率的降低 这个出生率已经降低到了 经济学家都出来呼吁生孩子了 我的好朋友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郑泽平老师 他们组织了一个团队 鼓励大家生孩子 然后都是一帮大老爷们 一点都不靠谱 就是鼓励了大家好像也没怎么生 因为这个牵扯到 女性生育成本的问题 所以我说你们得建议 国家给点政策 比如说生一个孩子 一个月多发一千 两个两千 三个三千 然后二胎生出来之后 哥哥高考的时候加十分 三胎加二十分 你要不拿出点政策来 这个年轻人他不敢生 也不敢养 养育成本太高了 对不对 OK我们开个玩笑 就是第一件事情 叫做人口红利的下降 出生人口减掉死亡人口 去年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 而且今年还是负增长 而且今年出生了 将近九百多万的婴儿 九百多万的婴儿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是二胎和三胎 第一胎其实只有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生育大军 应该是九零后 九五后 零零后 所以九零后看韩剧看多了 对爱情充满着幻想 还没嫁掉 还没有男朋友 这个九五后和零零后呢 他们说谈恋爱 会增加生命的难度 就是呢 现在就逼着八零后 去生三胎 所以八零后呢 真的是蛮惨的 出生的时候呢 兄弟姐妹计划生育 只能生一个 好不容易生了一胎呢 说再生二胎更幸福 二胎刚生出来的时候呢 三胎更幸福 这些段子 大家听完之后 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人口红利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慢慢地在消失了 第二件事情 是低成本 那租金成本 采购成本 用工成本 在刚性上升 再加上城市化走到今天 几乎已经走到了一个 比较高的水平了 那么也就是说 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化力 也就是说低成本 城市化 人口红利 这三个支撑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要素 那么今天已经可以说是 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才说 怎么样从高速发展 转到高质量发展 那为什么要提一带一路 中国没有人口红利 并不代表东南亚国家没有人口红利 那么所以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 把中国模式 把中国基建 把中国基建狂魔向外输出 这是不是在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所以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顶层战略 所以我们说邓爷爷让我们下海 而今天的领导人让我们出海 所以你看我的很多的好朋友 在这几年出海当中 都取得特别娇人的成绩 名创优品的创始人叶国富 他的起点并不高 他最早是公司叫阿鸦鸦 他的平均客单价 十块钱十五块钱 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一个 多么高逼格的 一个高大上的品牌 但是今天名创优品在海外 已经拥有了几千家门店 我们可以看到像小米 OPPO Vivo 我们国商沙滩的合作伙伴 那么他们在东南亚市场 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进步 那我当时说 我说你们招员工的时候 你们一定是招得 很国际化的员工吧 他说没有 我们当时招不到 特别好的员工 实际上我们都是 从国内带过来的 那个时候他们到印尼去 他们不会本地的语言 他们也不会英语 然后看到麦当劳肯德基 超级兴奋 终于有个看得懂的了 然后进去一看 全是英文 不知道怎么点 要鸡翅 鸡翅 要鸡腿 鸡腿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 但是我看他的眼睛里面 放着泪光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开拓精神